讲完了祠在往唐五代兴盛的社会原因以后 那么就讲到宋祠的兴盛了 宋祠是祠的创作的黄金时期 那么宋代的祠为什么又会走向繁荣呢 北宋建国以后 那么道德价值得以重新建立 应该说这对祠的创作会形成舒服的 与我前面第一讲所说的 这个道德价值崩溃 社会享乐成风这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到了北宋初年的时候呢 祠的创作呢 再度呢 就是呢 走向萧条 前面 北宋前面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词的创作数量都非常少 吃人少 作品数量少 数量不多的吃人流传到今天作品 或者只留一首或者五六首 没有太多的作品 因为北宋前期 百废戴心 内忧外望交致 宋太宋太宗的时候既要平定国家内部的这种割据势力 又要抗击契丹的若清 统一全国 统一全国 那么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呢 国家主要的经历的转向对外战争 那么 宋太宗呢 企图呢 通过武力来收复五代的时候 割让给契当的领土 多次呢 发生大规模战争 最终呢 是以失败告宗 一直到宋真宗的时候 宋朝呢 与辽国签订了和平盟约 北宋才相对的果得了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 所以呢 在北宋建国长达将近一百年的历史里边呢 人们都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和闲暇的精力 去彻底享受生活 去 那么这个时候 新王朝重新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体系 也是文人们更多了道德上的舒服 作家的作品数量 自然就变得非常少 比如说 第一位留下词作的作家王宇秤 只有一首点将存留到今天 词说 与恨云愁 江南已久称嘉丽 水春雨室一缕孤烟戏 天际真红 鸟韧行如坠 平生寺 此事宁毕随惠 随惠平狼义 那么 比较有名的范仲淹 他留到今天的词也只有五首 最有名的瑜伽二是写 边塞风光的 是写 这个边塞将是首边思乡的心理的 那么这些人的词作 内容上 再次 向中堂的白居易 刘一席他们靠拢 他们的内容又跟男女情爱无光了 这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时候的道德价值得以重新建立 有点点赚 4 5 5 宋慈的繁荣兴盛 是从宋真宗的后期开始的 这与宋代的特殊的社会环境 也是密切相关的 与宋朝皇帝所执行的 特殊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宋朝皇帝建立了自己政权以后 他吸取了唐朝方政割据 那么下面大臣接党 那么军权旁弱的经验教训 努力要确立军主的极权制度 但削弱大臣的势力 削弱军队的势力 宋太祖赵宽颖不愿意通过杀功臣的方式 来达到极权的目的 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箔俗买的和谎手段 换取城下的权利 宋太祖曾经与他的军队中的 老兄弟亲信们在一起喝酒 喝酒的时候 大家说 说现在宋太祖当了皇帝 应该生活是很快乐的 宋太祖说自己活得并不快乐 大家说问他为什么呢 太祖说 做我这个位置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呢 他的这帮亲信都说 现在天下一定谁敢还敢 谁还敢这个魁士皇帝的位置 宋太祖说 你们这里面恐怕有人就有 这帮和他一起喝酒的老兄弟 吓得都 赶紧自我辩白说 他们绝无此野心 太祖说 我也知道你们没有这个野心 但是保不定有一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你部下就把黄袍往你身上一批 非得让你当皇帝不可 因为太祖本人就是这么上台的 所以这帮兄弟都说 哎呀 还是皇帝考虑的周到 那怎么办呢 那么宋太祖曾经有这么一段话 来劝告他们 说呢 做人呢 一生的努力拼搏挣扎 无非就是为了富贵享乐 那么我就让你们享乐 你们把权力 把军权交还给我 那么这段话是非常著名的 所谓 多祭金果田载 义子孙 歌舞女 以终天年 这是宋史厮守信状里的一段话 就是说宋太祖 叫他们多买一点田 多 这个存一点钱 生活过得 富裕快乐一些 是吧 多买一些歌女 那么 来快乐读日子 那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非九四兵权的故事 所以 宋朝皇帝 他不但不抑制 反而鼓励大臣去追求 声色享受 那么 对待文成 皇帝也采取类似的手段 待遇呢 十分的优厚 宋太光丽的 这个愤怒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工资 在利贷中呢 是最高的 有人统计过 说他跟汉代的光源比呢 大概呢 是汉代光源工资十倍 于后来清代比呢 也到两到六倍之多 那么 生活环境的忧郁 皇帝的体仓和鼓励 就是宋朝的文人士大夫 有了充裕的追求 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 那么 也 有了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同时 为了通过娱乐的形式 来消除 贵族们的反抗 宋朝的帝王还主动 把五代思国留下来的 歌迹乐宫 集中到首都 而且呢 特别注意那些 是留上在民间的 一些通俗的音乐 据宋史记载说 宋太宗呢 自己呢 就精通音乐 自己前后呢 也亲自创作了音乐呢 有三百九十来篇 又说呢 宋仁宗也精通音乐 那么 经常在宫廷里边呢 自己创作音乐呢 送给了这个教坊演奏 那么 宋代的享乐 乘风的社会氛围 大概是从 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的 因为宋真宗的时候 对内而言 诸侯歌曲势力 已经被平定 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已经形成 对外而言 与辽国 定立了赏渊之盟 国家内外无事 君臣享受太平 与历代相比 宋仁是最公开 讲究生活享受的 文武家 文武大省家里边 续养生计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甚至 在光场里边 在上下几之间 也并不避讳 那么 据宋仁笔记记载说 欧阳修考中进士以后 在洛阳做光 有一天 欧阳修与他的同事 一起去到松山游玩 到了傍晚的时候 才回到了龙门香山 这个时候 天已经开始下雪了 那么 当时的洛阳立房长官 是被送著名的诗人 钱维炎 钱维炎这个时候 特别派人送来厨师和歌女 而且传话说 也就是说 上路太难走了 下雪了 路难走 是吧 你们就留在龙门香山 赏雪吧 不要回来了 光府里边的事情 非常简单 你们不用 匆匆忙忙赶回来 那么 这就是光源上级 那么鼓励下级 在外面寻荒作乐 也不用回来散邦 那么 这么一种享乐的风气 就是宋寺资深防眼的 一个温泉 蒙船 当时许多达光显贵 或者流连歌院 妓院 或者自己养歌女 在宴会或者其他场所下 静香填写新词 一时间 君臣上下都是以写词为荣 众人笔记里边记载的 因为写词而得到光绝 或者写词受到散赐的佳话 比比皆是 广为流传 比如说 宋琦在宫廷里边 看见了宫内的车队 宫廷里的车队 那么风吹连卷 看到了车里边的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 当然宫里边的女子 长得很漂亮了 宋琦看了以后 心里边有所动 就写了一首这股天 那么写自己对这个女子 这个美丽的这个羡慕 那么宋仁忠知道了以后 就问他说 这首词是你写的 宋琦当时 宋琦开始是有点紧张 因为他这首词 等于是调戏了宫女 是调戏了皇帝的女人 结果宋仁忠说 没关系啊 找出来是哪一个送给你了 再比如说 宋神宗的时候 蔡廷是在西北前线 做这个军队的主帅 他写了一首词叫洗千英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叫做 就说在这个太平的岁月里边 大家都高高兴兴的都喝酒 都尽情的喝酒 但是呢 我在边江守边 谁知道我呢 已经守了那么长时间 人都老了呢 那么神宗听了这首词以后 就有个批示 说玉光人老 正生念之 书广有缺 留一代入 就说你在边江守光 年纪大了 我会想想这件事情的 等中央这个政府有空缺了 马上就留着给你 不久就把蔡廷呢 调为苏密副使 那个宋朝的苏密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军委 也就是说蔡廷 直接有一个军区司令员 调任了这个呢 军委副主席这样的位置上去了 那么也就是说 到了宋代 道德价值体系 虽然得意重建 但是唐末五代以来的 歌词贤印尽的创作 传统已经形成 千百年来 文人被压抑被扭曲的 爱情心理 在这里找到了 比较自由的表现天地 缺口一惊打开 便是轻伤折不住 毕竟东流去 宋代社会的享乐风气 继续为歌词的繁荣 提供肆宜的环境 虽然部分痴人 成名之后 要遮掩以前自己的作为 要把自己写的词稿烧掉 那么认为这些写爱情的词呢 终究对自己的名声不利 但是多数文人 已经不太在乎这一点 他们公然享受纯久美女 公然描述自己的情爱体验 公然宣泄自己的情爱心理 连始终板着面孔做人的 正经的不能再正经的 理学家陈一 听到《烟机道》的 《此字古天》里面 有这样的词句 说 梦魂惯得无拘简 又踏羊花过些桥 也说 也笑着说 鬼与也 那么 也 表示欣赏 那么方简宋词 像 自首相抗了眼 尽无鱼影夜 这样的宋言 像 弄逼为人久 描划四首出 这样的相聚 像 两情落实 九长十 又其在 糟糟默默的宣誓 那么这样一类的 或者说 花字飘零水 自留一种 相思两促贤丑的思念 那么这些创作呢 已经成为词的主流创作 形象 就是 好放派 舒适 他也有这样的歌词 他的蝶恋花说 花蜕蜕藏红 心性小 燕子飞时 绿水 人家绕 之上 流绵吹又少 天涯 何处 无翻朝 墙里 鞦韆 墙外道 墙外 行人 墙里 家人 孝 孝季 不蒙 身 见巧 多情 却被 无情 恼 舒适也有这样写爱情的名片 那么 所以呢 后人 顽世真 顽世真 曾经评价说 这首词 与刘勇相比 恐怕 刘勇也超不过他了 那么 从此以后 原曲啊 明清小说啊 等等的这个 文题 那么他也就继承了 词的这种创作风格 在文学创作里边 公然的表现 男女情欲 所以 唐宋慈的 创作和新胜 不仅仅是文坛上 出现了一种 全新的抒情诗体式 而且还为表现 人们的情爱心理 拓展出一片 全新的天地 从这个角度来说 唐宋慈是对 臣府挨绑的 封建礼教 的一次猛烈的撞击 那么 词体的独特魅力 以及对古代 抒情诗所做出的 全新的贡献 也体现在这里 词作为一种 新的抒情诗的体式 它又有 自己又有什么 文体特征呢 所以下面就来介绍 词的 它自己本身的 特殊的文体特征 词作为新的 配乐演唱的 抒情诗 它具备两点 读的特征 第一 叫 虚有词调 词调 又称 腔调 词牌 歌谱 词谱 或者腔调 等等 它是 词的音乐名称 比如说 菩萨盲 声声盲 盲江洪 等等 那么作为音乐 这个曲调的名字 它一开始 应该与音乐的内容 是有关系的 南宋 黄 黄森的 《荒》词选 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说 唐词多元起所付 林江仙 则也 仙是 女 光子 则 道 情 何度 神 则用 神仙 大概不是本题之意 后见辩 尸体 远一 就是说 唐朝的词 它的词调名 和词的内容 是相一致的 那么 林江仙 就说 神仙的事情 女光子 就像 女道士的事情 那么 大概与本题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 到了后来 词调的名 和歌曲的内容 才分开来了 举例说 李白创作的 相传是 李白创作的 一清 是这么说的 再比如说 白居易的 一江南说 江南好 风景 旧尘庵 日出 江花 红盛果 春来江水 绿如然 能不亦江南 写的就是 江南风光 那么 张之河的 鱼鸽子说 西塞 桑前 白鹿飞 桃花流水 贵鱼匪 清落里 绿缩衣 和风 细雨 不须归 写的就是 渔夫 隐居的生活 李白的 一清儿 写的就是 清儿的生活 所以呢 唐词呢 唐草的词呢 它的词调的名字呢 与歌曲的内容 是相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歌词内容 与乐曲的调名呢 逐渐脱离关系 那么词调名呢 渐渐与作品的内容 没有关系了 后世的歌词内容 与调名的相关 反而被称之为 永调名 本来调名与内容相关 是很正常的 那么后人呢 这个因为呢 后来呢 越来越 两者越来越分离了 所以呢 如果相关的话呢 两者如果相关的话 反而被称为永调名 为了弥补这种缺失 宋代词人 开始给歌词添加小续 以说明歌词内容 比如书式的随调歌头 就由小续这么说 也就是说 这首词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中秋赏月 一个是思念弟弟 南宋词人姜葵 那么进一步 把词的小续呢 写成了短小优美的散门 与歌词呢 相互辉吟 比如说名篇扬周梦 等等这些歌词 都有这样的 这个漂亮的小续 那么这是介绍词调 与词的内容的关系 那么宋人 对词调是怎么分类的呢 他们是从音乐的角度 因为词是配乐歌唱的 所以他们是从音乐的角度 把词调分为 令 吟 敬 骂 四类 首先说令 令 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令 小令呢 最初它是出于酒令 是在歌舞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词 孕语的特殊称呼 比如说白居易的旧瓜之诗 就这么说的 罪方三秀 抛小令 孝智头旁呼大惨 这就是呢 写喝酒的时候呢 大家呢 唱酒令 来劝酒的 酒令呢 是用来劝酒的 所以酒令的歌词内容呢 如果层层相应 没有新鲜感的话呢 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所以为了酒宴之间的 助兴取乐 文人往往喜欢 各显才能 争其斗艳 不断地为旧的酒令 填写新的内容 那么文人这些积极创作 当然是要交给歌舞酒宴的 妓女来当场表演的 这样才能获得 预料中的 劝酒的效果 所以酒令的目的 既然是落实在劝酒上面 因此就必须选择那些 短小的 乐的 不要让人讨厌的 这种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 于是 酒令中 那种具有宣腾及触 音乐风格的酒令 形式 首先获得文人的喜欢 比如说 回波乐 清杯乐 桑台 抛球乐 贺夜杯 上行杯 酒泉子等等 这就奠定了 小令 精炼行序的形式特征 那么现在流传到 现在的最短的小令 是十六子令 比如说 北宋 蔡生有这样的著名的一首词 天 修士 圆长 造 赫免 人 何在 贵影 自藏 卷 但是 从来也没有规定 令词必须是短小的 所以呢 也有长篇的令词 比如说 南北宋只教的正义娘 有一首申奏令 就长达215个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另一部呢 是银和静 银和静 都是从大曲中 独立摘取出来 演奏或演唱的歌曲 银 就是序曲 是一套大型主曲的序曲部分 音乐的开篇部分 往往比较精彩 音乐家 那么把他独立的摘取出来 演奏或歌唱 那么这一类乐曲都称之为 银 最短的银 是苏式的华清银 40个字 最长的银 是巷子烟的梅花银 114个字 那么这是银曲 静 是静拍的解称 是大型乐曲中 声调韵律 起伏变化的部分 比如说 节奏 有快向慢变 感情 有光热 向悲伏的地方变 就是两者 节奏转变的 一个结合的部分 叫静 那么这一部分的音乐 因为变化 防多 而受到光影 所以音乐家 把这一部分音乐的 独立摘出来演唱 被称之为静 最短的是 刘勇的浩斯静 四四五个字 最长的是 圆区画的 见其境 九十六个字 最后一类是漫 漫字 漫曲字 诗谱 卷诗说 漫词是 吊长拍皇 即古漫生之一 也 吊长拍皇 是它的特征 漫曲呢 也是大曲的一部分 经过 把它独立摘取出来以后 发展出来的漫词 漫曲字 它是相对于 极曲字而言的 漫和极是 根据音乐的 节拍的节奏 快或者漫来区别的 漫曲字又称漫变 那么 漫曲字的演唱的中间 有好多的 起伏变化的 这个技巧 南收莫年 张言在词原里边 有非常仔细的描述 显然 由于呢 这个漫词的 这个乐曲呢 变长了 字句呢 就要增加 节奏呢 就放慢了 那么 与小和小令相比呢 漫词呢 在音乐上的变化 更加繁多 那么听起来呢 是更加悠扬动听 于是 也就更是以于 表达曲折往转 复杂变化的 个人情感 是以这些漫曲之 演唱的歌词 就是后人所称的漫词 漫词呢 由于调皇拍场呢 演唱一首曲子的时间 就比较长 成声的诗歌说 愿调漫声 如愿鱼 一曲为中日以舞 说一首漫曲还没听完 就到了中午的时候了 都过了中午的时候了 这当然 也有文学的夸张 白句早 早发赴洞庭周中 也这么说 出锅已醒十五里 唯宵一曲 漫一上 说走了十五里路 只听一首歌 这也是非常夸张的 那么漫词最短的是 高历史月子里边 所记载的太平年漫 只有四十五个字 最长的是 南宋吴文英写的英体序 有二百四十个字 那么这是呢 根据音 宋代的人 根据音乐 给辞调风的四个类型 对大家有关心的 明文字幕发言